前天的视频内容讲到用iProv3测试内网设备之间的一个速度 大家对它可能都比较陌生 但提到用Speedtest 我想大家都应该非常的熟悉了 其实它也可以用来测试内网设备之间的连接情况 今天就来看看在群晖NAS上如何布置Speedtest 嗨大家好,我是小鹏 虽然今天使用的是群晖NAS 但其他品牌的NAS设备也可以参考使用 都大同小异 进入群晖打开Docker 在注册表内搜索Speedtest 我们还是选择上面星星最多的那个吧 双击拉取镜像 同时我们打开Fairstation 在Docker下面新建一个同名文件夹Speedtest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放在其他地方 再次回到Docker镜像拉取完毕了 双击打开配置容器 下一步 名称随意就可以 顺手把自动重启也可以勾上 还是点击下一步 来到本地端口这里 大家随便填就可以 但注意啊 不要和你其他使用的Docker容器的端口一致 不然就冲突了 导致两个都不能用 我就随便1235好了 点击下一步 选择添加文件夹 找到刚才在Fairstation里面新建的那个Speedtest文件夹 装载路径施物斜杠 Speedtest 还是下一步 最后就完成了 非常简单 到这里呢 Docker的安装就完成了 步子好了服务后呢 就可以在任何设备打开浏览器 输入NAS的IP地址 加上1235的端口号 进入Speedtest 我现在是Mac电脑 点击开始 注意这里的速度是指着你的NAS到路由器 再到Mac 我再换一个iPhone试试 一样 在浏览器中输入地址 看看这个速度怎么样 在NAS中部署Speedtest服务啊 可以方便的在所有支持浏览器的设备中使用 而不需要安装其他App 就可以测试与NAS之间的连接速度 方便日常的使用 好了 今天简单的分享了 内网Speedtest的部署方法 配合上一期的iProv工具 我相信你可以搞清楚 你哪些设备在拖你家的内网速度的后腿了 我是小鹏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